定出了明确的管理办法跟范围 有学者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是政府能不能抵挡地方上的反弹力量 让这个法案顺利过关 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在地层下陷区还要继续抽取地下水养殖吗 在该造林的地方还要继续放任开垦农业吗 或是在土石榴严重的山区还可以盖房子吗 就是不要让民众在千床百孔的土地上 做错误的使用 让灾难一再重演 警政院8号通过国土计划法草案 让国土使用有更明确的根据 草案第23条里面明定 国土功能分区划分为国土保育地区 农业发展地区 城乡发展地区 以及海洋资源地区 国土计划法是重要的 对未来全台湾的土地利用 土地开发 所有的土地使用行为进行规范 环境学者虽然赞同国土计划法 但也指出这项法案恐怕会像以前政府在推动国土富裕条例时 因为冲击到既有利益团体而遭遇很大的阻力 直接在立法院被封杀 所以国土计划法能不能立法过关才是最大的挑战 这样的土地使用的规范一定会影响到经济力量 土地开发力量 所以他们就会透过任何的管道 包括经济的管道 包括政治的管道来进行阻挠 要保育山林避免不当开发继续让它恶化 其实政府并不是完全没有作为 像林务局一直打算把国有林班地收回造林 但因为碰到原肯农激烈抗疫导致回收土地的速度牛不化 学者强调不管是推出的法令有多完备 惩败关键还是在于公权力能不能贯彻 记者林务局的谢麒文台北报道